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省委书记乔伯年这一两年对南北山区几个地区的工作还是较为满意的 这些地区大部分都实行了生产责任制 一两年来实际成果说服了许多怀疑论者 那些地区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改变 极大的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初步改变了极度贫困的生活状况 使大部分群众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 当然冒尖户还是少数 眼下并不像某些满怀热情的作家用肤浅的文艺作品所宣扬的那样 似乎农民都发了财 动不动就把电视机爆回了家 我们的农民难道我们还不清楚吗 他们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穷到了骨头里 新政策的优越性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就把所有人都变成大富翁 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 解决了吃饭问题 这就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 一切都还在刚刚开头 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接踵而来 需要迅速而有力的急于解决 但是省委书记感到 这一两年来 党的某些基层组织和他的负责人 本身在认识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音寻守旧的观念 改革的阻力由此可想而知 毫无疑问 我国整个农村的进步 乃至最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有待于一个长时期不断改革的艰难过程 无论如何 这个省的南北山区已经迈出了令人鼓舞的一步 并以此昭示了未来多方面的广阔的发展前景 这是任何眼睛没瞎的人都能看得见的 应当指出 在这一方面 最贫困的黄原地区走在了全省的前列 这当然和地位书记田福军同志大胆解放思想是分不开的 可是偏偏他的告状信最多 中国呀 什么时候才能把那些诸如人怕出名猪怕壮 枪打出头鸟 出头传鲜烂 等等经典哲学 从我们的生活词典中 踢除了呢 近一年来 乔伯年主要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落实中部平原地区农村生产责任制方面 中外历史证明 革命常常容易在最贫困落后的地区开始 而较负数的地方变革往往要困难一些 当山区以户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已经实行一年多的时候 本省中部平原地区的农村还在吃大锅饭 不是群众不愿意改变这种状况 而是这些白菜心地区的许多领导一直抵抗着 长期按兵不动 当然 在省委领导中也有分歧意见 比如吴斌同志就认为 平原地区不必处处都搞责任制 理由是有些地方的大集体一直搞得很好 乔伯年认为 平原地区农村的大锅饭照样应该撒烂 为此他通过打省报记者问的形式 号召平原地区仿效山区的榜样 大规模实行生产责任制 没有人公开反对新政策 但实际工作中抵抗的大有人在 他们采取的是口头上拥护 实际上对抗的方法 这些人在会议上 一口一个要坚决贯彻上面的精神 而在私下里 在和老婆睡觉的时候 在和知己们下棋打扑克的时候 却用一种嘲弄的口气 讥讽所有的改革 而严重的是 这些人往往领导着一个 几百万人口的地区 或几十万人口的大县份 一年来 乔伯年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改换了中部平原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 这些地区的农村 已经渐渐处于一种 极具变革的状态中 小鼠前后 乔书记想起 应该到山区去看一看情况 近一年多 他忙于平原地区的工作 对南北山区的当前情况 摸得并不透 于是 他准备在全省的煤炭基地同城市 按原计划视察完工作后 顺便先到毗邻的黄原地区走一圈 没想到 他在一个山沟的矿区发起了烧 这时乔伯年很着急 他已经给黄原打了招呼 说他明天到那里 他当时住在这个矿的招待所 又是半夜 只好把秘书小王喊醒 让他给自己找点药 小王守在他额头上摸了摸 说 让我给医院打个电话 算了 乔伯年说 吃几片药 说不定明日早上就会好的 你打电话 市上和矿物局医院 说不定把救护车都开来了 而且啊 还把警报器拉得呜呜响 秘书嘉天说 乔伯年笑了 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随便 他们都敢和他放肆地开玩笑 乔伯年索性接上秘书的话 进一步发挥说 那呀 大家以为失了火 说不定把救火车也开来了 乔伯年一边开玩笑 一边吞下去八片领养感冒片 和一包阿鲁伞 第二天早晨 病情果真好了许多 他就立刻启程 直奔黄原 省委书记一到 地委书记就忙了 田副军先陪乔书记 在几个偏远线份的农村 跑了一大圈 回到黄原后 紧接着就召开 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会议 以听取省委书记 对全区工作的指示 在这个干部会上 乔伯年热忱地肯定 和赞扬了黄原地区的工作 同时指出了下一步 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 这实际上也是省委 对田副军本人工作的肯定 乔书记的讲话 使田副军眼圈不由地发热 他感谢省委在他困难的时候 及时支持了他 省委肯定了田副军的工作 也不等于就否定了 反对田副军的高凤阁同志 以后不多日子 在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同志的坚持下 高凤阁被调到南面一个地区 如愿以偿地任了刑署专员 领导这么大一个省 省委书记不可能在一切事上明察秋毫 再说 即使看出类似的问题 有时也不得不做某些妥协 这是政治生活中常有的现象 送走省委书记以后 黄园地区各县的县委书记都回去了 但田副军把袁熙县委书记张有志留了下来 他要单独和有志商谈一件事 当然 他实际上也有许多话 想对这位老朋友说 平心而论 袁熙县这两年的工作 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这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和有志分不开 他是一把手嘛 夫君自己感到 他自己一个很大的弱点 就是在老朋友面前 摸不开脸皮 本来他早应该直接了当指出 有志同志这两年在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 但他却一直没这样做 这一天晚饭前 他把张有志从黄园宾馆带回到自己家里 爱云没去医院上班 忙了整整一个下午 已经备办好了一桌饭菜 饭桌上 因为老丈人徐国强和妻子都在座 夫君先没和有志谈工作方面的事 四个人一边喝酒吃饭 说起许多过去的话题 有志是个爽快人 不仅和爱云开玩笑 还和他过去的老上级徐国强老汉也斗去 吃完饭后 田夫君和张有志进了会客室 爱云给他们沏好茶就退出去了 作为地位书记的老婆 他知道 丈夫要和有志谈些 他不应该再听的话了 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一下 田夫君给张有志递上一根纸烟 张有志没说话 点着烟听夫君的下文 文龙已经从省党校毕业回来了 据地位组织部的考察和省党校方面的介绍 小伙子这两年学得不错 表现也很好 我想让他回元西县去给你当个副手 怎安排 张有志的脸沉了下来 副书记兼县长 什么 张有志冲动地从沙发里站起来 你把一个造反派弄来给我当县长 有志 你坐下 先别激动 文龙在文革中是造过反 前几年在柳叉公社也搞过极左的东西 不过他是个青年嘛 文革中他还是个中学生 才十几岁 这几年 小伙子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反省 照我看的是真诚的 对待青年 我们不能总是揪住过去的一些事不放 只要认真改了 我们该使用的还要用 他是西农毕业生 又上了两年的省党校中青班 等于征得两个大学的文凭 并且先后当过公社一把手和线上的副主任 年轻力壮又有文化 说不定能在工作中开创新局面呢 至于过去的错误 他汲取了教训 未必是一件坏事 俗话说 支持者勇 反正支持不支持 只会个勇 张有志挖苦说 田夫君看张有志态度生硬 一时不知该怎样说服他 他把茶杯往有志面前推了推 说 你喝水 张有志端起茶杯 长长出了一口气 不能改变了 重用这小子我不反对 可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回袁熙来呢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 呼专员和组织部也是这个意见 文龙本人也表示愿意回袁熙去工作 说他要哪里跌倒 再从哪里爬起来 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机会 回袁熙来和我再闹腾一番 弄得鸡飞狗跳墙 有志 你为什么要这样看问题呢 人都在变吗 不见得 我就没变 田夫君不好再说什么了 但是 有志 你真的没有变吗 田夫君本来还想顺便和他的老朋友谈谈心 指出他这两年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但看有志这样刚愎自用 只好又一次打消了这个念头 看来今天再谈这方面的事显然更不适宜 他们现在已经有些不愉快了 张有志最后算勉强接受了地委对周文龙的任用 便样样不快的从田夫君家告辞了 送走有志后 田夫君一个人又回到惠客室 苦恼地在脚地上转圈圈走了半天 这一刻里 他心头涌上一股很难受的滋味 他现在倒忘记了对张有志的不满意 而对自己太不满意了 他感到自己非常无能 连批评朋友的勇气都鼓不起来 怎么可能把这样大一个地区领导好呢 田夫君看了看万上的电子表 猛然记起 他下午已经给司机打过招呼 晚饭后要去地区医院 看望失掉双腿的向前 他几天前就知道了这件惨事 但因省委书记来了 忙得实在抽不出时间去医院 另外他也知道 侄女去事后不幸地向前了 这是润叶自己对他说的 当时他的鼻子也有点发酸 他感到欣慰的是 他多年来对侄女的心血 终于没有白化 润叶在人生关键的时刻 表明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孩子 田夫君匆忙地下了楼 来到院子里 司机早把车停在门口等他了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作者陆瑶 演播杨晨张震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